中国人少好玩的地方有哪些? 为大家分享中国人少好玩的景点排名 介绍中国冷门景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来的朋友可以点赞或者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支持 宜宾蜀南主海 蜀南主海位于四川南部的宜宾市境内 复原面积120平方公里 核心景区45平方公里 共有八大主景区 两大续景区134处景点 四川蜀南主海 是世界上集中面积较大的天然竹林景区 独特的地理位置 造就了云山主海 天上人间 市集竹井 山水 湖泊 瀑布 古庙于一体 同时间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的竹文化 竹生态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七彩飞破 七彩飞铺又名落魂台 江安县志在 万岭庆南北飞铺 带四庐山 不择地而出的泉水 使得深邃幽深的主海充满灵气 山沿跌宕处 每每做了悬泉飞铺 山间数十条姿态各异的瀑布中 较为壮观的 当属七彩飞铺 青龙湖 青龙湖景区 面积3.06平方公里 以大型水面和历史遗迹为主 青龙湖 位于高耸显峻的插崎山下 水面三平方公里 是葱龙渡海之中的较大湖泊 湖上可荡州华法 湖边亭阁 也可品名小拙 夏秋之夜 山巒沉玉而绣朗 清风徐来 连一片片 湖边那梁闲话 别有情趣 观云亭 观云亭 又名叫子时 亭中可观川南浅秋 河水如带 千莫纵横 处处竹树人家 再远处 是四川盆地 向云贵高原过渡的 盆州山区 东西延伸的两列山脉 威夷起伏 其中一列是黄色的山岭 另一列长满了绿色植被 它们游若黄龙和青龙 并排游翼 护卫着蜀南竹海 这块风水宝地 仙女湖 仙女湖是竹海的著名景点之一 位于仙玉洞的山顶上 与天宝寨 仙玉洞形成仙玉洞 景区旅游环线 仙女湖湖水 清澈碧绿 晨曦出生 夕阳西下 万岛霞光中 仙女湖犹如一个金色的湖盆 壮丽辉煌 晨雾烟雨中 绿的山翠的竹 又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水彩画卷 翡翠长廊 位于竹海深处的翡翠长廊 是蜀南竹海的又一盛景 翡翠长廊路面 是游色如沃丹 灿若名霞的天然红沙石铺成 两旁密集的老竹 新黄拱猎 遮天蔽日 红色地毯式的公路 与绿色屏风般的南竹 交相辉映 形成秀丽壮美的翡翠长廊 竹海博物馆 蜀南竹海博物馆集竹文物收藏保护 展览 学术研究和社会教育一体 以追溯千古民族文化展示万载竹类精华为宗旨 馆内设六大展示厅 一个竹园和一个竹工艺作坊 分别陈列展示了以你的竹海风光 丰富的竹类资源 灿烂的竹文化的照片 龙银寺 幽名龙尾寺 坐落在海拔980米的九龙山上 寺庙占450平方米 这里四面翠浪起伏 浩渺连天 天风吹荡 竹涛生生 恍若龙银 顾名龙银寺 鉴于明代万历年间 1573至1620年 曾有正殿 下殿 侧殿 清朝嘉庆年间 掌会和尚修 1959年被拆毁 还剩基石 台阶和石门矿 矿上有对联 双数插青云龙银虎啸 四边连空 比前端昆泥 龙银四十克 1996年 被四川省人民政府 列为第四批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天保寨 相传建于1862年 清代咸丰年间 地方官府为防御 石打开太平军 入川而建 地形险要 异于防守 古寨长1500米 高20米 宽10米左右 洞的顶部 均系严实构成 多为半边洞 一洞而建 曲折其特 内有十三道 坚固的石寨门 一守南宫 洞的四周 翠竹周河 图中有罕见的 巨大蘑菇石 高有十多米 上面的石块 如散盖 威而不坠 传说此时原是 仙玉洞道长 使用的散 放在此地后 化作黄色的石头 故取名黄散石 洞中凿了36计 按照每计的内容 精选群众 比较熟悉的战笠 雕刻成巨幅图画 威然矗立于悬崖 局壁之上 罗平风林 罗平风林位于滇 贵 前三省 区 交界处 被誉为滇东门户 滇前所跃 这里地势险峻 峡谷纵横 盆岭相间 展现出典型的 喀斯特地貌奇观 主要景区包括 金基风丛 十万大山 野猴谷等 其中 金基风丛是 风林的核心景区 山巒连绵 层巒叠仗 气势宏伟 走进风林 仿佛进入仙境 景色虚秒飘逸 变幻莫测 特别是在清晨 金基风丛的雾气 显得格外神秘 数十个孤风 在雾海中若隐若现 呈现出令人陶醉的美景 春季是罗平的绝美时刻 当北方仍然寒冷时 罗平已经是一片碧绿 繁花似紧 犹菜花海是春季的亮点 沿着南昆铁路 或三二四国道 可以欣赏到金黄的犹菜花海 罗平的犹菜花海 并非简单的一片花海 而是在喀斯特地形上 呈现出迷人的景象 白腊大山的腰间 南昆铁路 如同银色的边线 将花海装点得如是如画 站在白腊山俯视罗平城时 仿佛是在花海中漂浮的岛屿 宛如海市蜃楼般梦幻迷人 九龙瀑布群 位于罗平县城东北22公里的九龙河上 十极高低宽窄不一的瀑布 形成了雄伟壮观的景象 瀑布如雷霆万钧 水雾飘洒 展现出豪放 显峻 秀美 舒缓等不同的特点 让人叹为观止 多一河则展现了美丽的山水风光 河道蜿蜒曲折 两岸青山相对 呈现出宁静而迷人的景色 特别是春天 河面上泛起的漂亮景象 更是让人心旷神怡 当地居民以仪族为主 布衣族 苗族等少数民族也在此居住 仪族以其直爽 浩克的性格而闻名 而布衣族的刺绣技艺 更是独具特色 布衣妇女的刺绣传统 可追溯到明代 其精湛的手艺 体现在各种衣袖 裙边 围腰 斜面等物品上 图案丰富多彩 蝴蝶花 山形花 水文花等 让人目不暇间 这一传统手艺 早已不仅仅是生活的装饰 更成为布衣人发展致富的 一项宝贵文化资本 罗平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 如仪族的火把节 布衣族的节日等 仪族火把节 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之一 举行传统的集会和文体活动 包括耍龙 斗牛 赛马 赛球 摔跤等 为当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马岭河大峡谷 位于贵州省新义市 是一个国家极重点风景名胜区 也是国家四级景区 该峡谷以其雄 其 写 秀的地貌而著称 总面积达344平方公里 全长74.8千米 宽50至150米 最深处达280米 因其独特的地貌 被誉为天沟地缝 地球上最美丽的伤痕 是旅游者们探索 自然奇观的理想之地 峡谷中有上百条瀑布 300万平方米的盖滑瀑布 以及各种珍稀植物 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 这里也被誉为中华低漂 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鲁布吉小三峡 位于罗平县城以北46公里的地方 原本是一个不为人知的 布依族小山寨 然而 由于鲁布吉水电站的兴建 使得这个小山寨的名声 传遍中华大地 鲁布吉一词 是布依族语的汉语发音 意为山清水秀的布依族村寨 龙开河景区 则距离星意城74公里 形成了长达20公里的龙开湖 两岸高约2200米 水深1400多米 蓄水量达1.1亿立方米 湖面上雾气缭绕 青山藤螺相应 展现出神秘而宁静的美景 这一区域也被称为小台湾 其中三江口 龙开河水库等景观都是其特色 三家寨道堂 位于星人县的鲁楚营乡 距离县城33公里 这座道堂由两祖建筑群组成 以为道堂 以为孤祖花园 建于清光叙事八年 公元1892年 是清朝时期马光烈传教到贵州后 在这里选址兴建的伊斯兰教礼拜堂 此地曾是前西南农民起义的据点 而道堂的建立也是为了在清朝镇压后 恢复伊斯兰教的活动 在清贤童年间 盘县大坡铺农民张灵祥 马河图等人率领农民起义 形成了前西南的农民起义 对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三个景区分别展示了贵州省星义市 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 人文历史和宗教文化 从大峡谷的雄旗壮美 到小三峡的幽静神秘 再到道堂的历史厚重 这里充满了探险和发现的乐趣 红海滩坐落于辽宁省盘锦市西南部 辽河入海口处的 红海滩湿地旅游度假区 廊道全长18公里 被誉为世界红色海岸线 廊道属自然景观 以全球保存完好 规模较大的湿地资源为依托 以世界较大的芦苇荡为背景 以罕见的红海滩为特色 以退海湿地的先锋植物 剪棚草为主要元素 一颗颗鲜弱的剪棚草 靠着顽强的生命力 繁衍生长 随着季节 由粉红到火红 再到紫红 每当潮水退去 促促剪棚棚 犹如出水珊瑚 宛若片片红毯 又似红霞 与伟州必涛 遥相呼应 数以万计的水鸟 遥相其中 海河相容 烟波浩渺 好一幅生机盎然 雄奇浩瀚的自然画卷 廊道设有十个旅游景点 由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而成 公路两侧景色已拟 超海面是一望无际的红海滩 颇有一丝红霞落海滩的气概 被海面油田 稻田 尾田 焦香灰映 生机盎然 令人流连忘返 红海滩四月土崖 初为燕粉 海水荡笛越荡越红 十月游红辫子 最佳观赏时间为 每年的五到十月 赏红滩 由绿尾 天下奇观 会让您心旷神怡 这里是世界较大的芦苇荡 芦苇四月发芽 五月蒙发展叶 七月至九月开花 十月后叶子转为金黄色 最佳观赏时间为 五月至十一月 特别是暮秋季节 风吹伟浪 层涌荡荡 朵朵芦花 青舞飞扬 夕阳西照 芦花如雪 飘向波光凌凌的湖面 如织女手中的五月云霞 更像一幅巨大的写石油画 景区内 还有稻田化漫步 沃龙湖荡州 自行车漫游 飞行体验 徒手捉蟹 红滩吊蟹 海鸥喂食等项目 巴音布鲁克 巴音布鲁克景区 位于新疆巴音 郭冷蒙古自治州 河径县西北部 以其独特的高山草垫草原 和高寒沼泽湿地生态系统而闻名 景区总面积约 1259.47平方公里 由天鹅湖 九区十八湾 巴音布鲁克镇 三部分组成 其中 草原之链 天鹅家园 扎克斯台观鸟台 巴润库热 巴西里克观景台 草原圣山塔格棱山 湖深库热等景点 构成了这个吉山丘 藤地 草原 湿地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圣地 巴音布鲁克景区的视野开阔 风景层次分明 海拔逐渐升高 垂直景观带的变化 使得整个区域呈现出 一山一景 一景一波的迷人画面 观景点在不同角度 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觉感受 而四季的景观 更是丰富多彩 在三月 数以万计的天鹅和一百二十余种水禽 汇聚天鹅湖构成壮丽的春日画卷 四月 冰雪出龙 山底绿荫环暴 山巅挨挨白雪 呈现一山四景的壮美景象 四月底至六月中旬 天鹅湖再度成为壮观的天鹅群集之地 而草原上的各色鲜花也陆续盛开 六月底至七月底 草垫草原呈现出夷人的风光 吹拂的清风让草低陷牛羊 八月至九月 巴音布鲁克草原一片绿意盎然 鲜花盛开 春天的升级薄发 夏季的景象愈发美丽 而在十月 金黄的草原上 牛羊成群 仿佛是散落在金色地毯上的绣花图案 极具实意 在十月中旬 随着气温的下降 天鹅陆续南迁 迎来了寒冬 十一月至次年四月 草原一片银庄素果 牛羊成群 山川交融 植物与水域 共同构成了一幅雪域画卷 这片广袤的土地 牧草肥美 群山环拱 河流如带 各种植物点缀期间 泉水如同晶莹剔透的蓝宝石 与周围的雪岭冰峰相辉映 整个巴音布鲁克景区 季节更替 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光 让游客在不同的季节 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变化 武宫山风景区 位于罗霄山脉北段 绵延120公里 总面积260余平方公里 是江西省西部 旅游资源丰富的 大型山岳型风景名胜区 历史上曾与卢山 恒山并称江南三大名山 享有横守卢尾武宫中的美誉 武宫山以其风、洞、破、石、云、松 似其背的山色风光而闻名 规划有200多处景点 包括金顶景区、阳师木景区、发云界、九龙山四大区块 金顶景区 金顶是武宫山风景名胜区的最高点 海拔1918.3米 面积约100多平方千米 这里风顶平坦 夏季气候凉爽 是观赏日出 高山草殿 神秘佛光 迷幻云海 悬崖峭壁和尽乡拜佛的理想场所 主要景点有金顶道教丛林 金顶世纪之碑 鸡观炎 江南银杏王 邢台 吉云烟 观音炎 香炉峰 发云界 千丈雅 金顶景区附近的古迹坛群 是江南古代祭祀文化的代表 包括葛仙坛 汪仙坛 冲英坛 囚寺坛 历史悠久 石谷四 石谷四 原名石谷安 一称佛祖安 位于武宫山主峰白鹤峰 金顶 山脚下 距卢西县城35公里 鉴于元炎幼年间 1314至1320 有着700年的历史 相传乾隆皇帝夏江南 来到武宫山下他佛祖安 发现山下西水悦尔洞厅 最终发现 是集团溪水撞击一股行巨石发出的声音 乾隆亲自积石三下 引发震耳鼓声 导致武宫山金顶差时 祥云朵朵 佛光灿烂 乾隆大喜 遂次名为石谷寺 马田景区 马田景区位于武宫山峰景名盛区中段 在元朝至顺二年 林氏兄弟自福建莆田 迁入此地玛丽树林间 伐木造田定居 因而得名马田 景区以奇风怪石 飞浦银泉 云雾飘渺 群猴出没 高山田园风光等为主要特色 其中的15处代表性风景点 包括龙王坛 台上 筒下 靖心桥 寒颜 关刚安 竹干笔 雷打霞 机关岩 九龙界 吊马庄等 发云界景区 发云界景区位于武宫山峰景名盛区中段 海拔1628米 这里拥有十万亩高山草垫 是武宫山峰景名盛区的精华所在 景区内的主要看点包括 白鹿天堂 龙山 石崖 银链瀑布 蒙虎跳墙 九丘落湖 草垫云松 麒麟石等 杨诗墓景区 杨诗墓景区又称杨思墓或诗八牌 东西走向 主峰海拔1670米 总面积约37.5平方千米 以山险齐骏秀而著称 主要看点有沈家大院 如来佛掌 抚戚风 金姬迎春 关公班师 关阴送子 掀盆鸭 小石笋 生命之根 穿云石笋 景区内设有悬空站道 山谷游步道 高山滑道 滑索 户外运动中心 五星级房谷度假酒店 房谷四合院等旅游设施 武宫山风景区 以其丰富多彩的山水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为游客呈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长白十五道沟水利 长白十五道沟水利风景区位于鸭路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依托鸭路江上游滞留十五道沟而形成 该景区特色在于水文景观丰富 瀑布众多 两岸其实林立 目前已开发景点三十余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有八大瀑布 十大石井和一个长达五百多米的石瀑群景观带 是国家AAA级旅游区 国家级森林公园 鸭路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地质公园 第一类的植物把各样的岩石装扮的颜色各异五彩斑斓 长白十五道沟水利风景区位于鸭路江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依托鸭路江上游滞留十五道沟而形成 该景区特色在于水文景观丰富 瀑布众多 两岸其实林立 目前已开发景点三十余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有八大瀑布 十大石井和一个长达五百多米的石瀑群景观带 这里生态原始 古树参天 苗宇花香 逾越挖名 瀑飞泉涌 怪事临巡 景区内一派两岸处处多苍翠 青河斑斓硬千姿 其景横生石弄巧 翘崖飞铺更妖娆迷人景象 令中国外游客分踏而至 流连忘返 已成为东北旅游度假科考的圣地 沟内因破火山作用形成的火山地址遗迹和景观非常独特 望天景区的主要景点 分布在沟口以北13公里内 景区内有灰色气孔状玄武岩 黑色致密块状玄武岩 灰色板状安山玄武岩的形成的石壁 柱峰旗柱状结理十分发育 多为四棱 六棱体 横向发育的柱状结理 犹如天梯 放射状结理 四孔雀开平 纵向发育的结理外形 多为四棱或六棱体 排列紧密远看 恰似一片石林 横向排列的结理 犹如摆放好了而被压进大山里 紧紧露出头端的成千上万的枕木 紫雀界梯田 紫雀界梯田风景名胜区 位于湖南省楼底市新化县水车镇 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紫雀界梯田成形 已有两千年历史 起源于仙秦 圣于宋明 是中国苗 窑 洞 汉等多民族历代先民 共同劳动结晶 是南方道座文化 与苗窑山地 渔猎文化 融化柔和的历史文化遗存 是古梅山地域突出的标志性文化景观 紫雀界梯田一山 旧式而造 小如蝶 大如盆 长如带 弯如月 形态各异 变化万千 宛如天上摇尺 人间仙境 九龙坡 山高高 水长长 层层梯田入云端 站在九龙坡观看 气冲云霄的梯田 给人一种横看成岭侧成风 远近高低个不同的审美乐趣 远眺 九道山梁若隐若现 恰似九条神龙 在争相静月 直寸山巅 八卦冲 梯田漫山遍野 层层叠叠 曲折有致 仿佛是山水画家笔下 灵魂飘逸的弧线 好似充满神秘和灵气的大地雕塑 像一张信手抖开的八卦图 充分体现了梯田小巧 精致 灵魂 飘逸 秀美的特点 是摄影取景的好地点 给摄影者无限构图的可能 压迹寨 压迹寨 位于紫雀界京竹村 是紫雀界的最高峰 站在压迹寨 一览中山小 梯田全景一览无遗 梯田 民居 云雾 构成一幅美妙的山水画 贡米岭 贡米岭梯田 由黄鸡岭 蛇行岭 沃湖岭等十二座岭组成 梯田镶嵌在勾勾岭岭之间 由于这里的梯田系 花岗岩风化物发育的麻粉泥田 而且是日照时间较长的向阳坡 能种出优质香道 且历朝历代进贡朝廷 故而取名为贡米岭 这里的梯田精致 韵律 给人独特的美感 月牙山 月牙山的梯田排列有序 线条流畅 层次分明 像一条一条的等高线 极具形态美 茫茫山坡 层层梯田 整体布局辉红 梯田小如蝶 大如盆 长如带 弯如月 宛如天上摇齿 人间仙境 摇人冲 摇人冲梯田景观 有两条山脊一个档 形成一个凹字 西端山梁 从山下一直延伸到山顶 多达二百余级 似一座铁塔 梯田坡度都在二十五至五十度之间 而水土从不流失 这里没有一口山塘 一座水库 连一条像样的水渠也没有 更无需人工饮水灌溉 令人叹为观止 这里书写着 摇人开凿梯田的丰功伪迹 据文物专家考察 在这里曾找到过摇人遗留下的摇人档 摇人洞 摇人屋长等历史遗址 南巡古镇 南巡古镇是一个人文资源充足 中西建筑合璧的江南古镇 素有文化之邦和诗书之乡之称 南巡古镇景区面积2.18平方公里 共分三大区块 第一块是南巡旅游景点富极区 张石鸣故居 刘氏T号等景点分布其中 第二块是由小莲庄 家业堂仓书楼等景点组成的中心景区 第三块是以东大街张静江故居和百间楼为主的东北区块 镇内众多的名胜古迹与水乡自然风光和谐统一 既充满着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灵气 又洋溢着江南水乡诗化一般的神韵 南巡古镇以南市河 东市河 西市河 宝善河构成的十字河为谷架 接合民居沿河分布 随河而走 以南东街 南西街为串联 构成了十字型格局 景区共分三大区块 第一块是南巡旅游景点富极区 张石鸣故居 刘氏T号等景点分布其中 第二块是由小莲庄 家业堂藏书楼等景点组成的中心景区 第三块是以东大街 张静江故居和百间楼为主的东北区块 春节 南巡的春天 水暖花开 阳光明媚 沿河两岸新绿的柳树分外迷人 既有烟雨江南的迷蒙 也有绚烂多彩的桃红柳绿 是水上有古镇的最好石解 走一条古巷 踏在历经岁月洗礼的青石板 手指轻轻地划过粉墙 耳边响起吆喝声 呼吸着百年前生活的气息 夏界 比起白日的喧嚣 夏天夜幕之下的古镇更有水香韵味 江南豪门 四家园林 明清大宅等等 这座藏在深归的江南古镇 以一种静谧的姿态 默默地迎接着四方宾客 傍晚时分 花灯初上 灯光倒映在河面 照亮了整座南巡古镇 秋季 秋天的古镇比往日多了一份静谧与厚重 到处是五彩缤纷的图画 能悄悄躲进你心里 每年秋天镇内的桂花开了 枫叶红了 银杏叶也开始飘落 在古色古香的古镇里漫步 闻着石子路两边桂花树的清香 那是再好不过的时光 冬季 冬天有古镇 虽是寒冬季节 但这里树尾落叶 腊梅盛开 柔柔杏色黄柳 沿河垂顺 碧水小桥 游人如知 一屋一桥 一砖一瓦 无不显现出江南古镇独特的美 古镇的张石鸣旧宅内有一片梅园 是最佳的赏梅地点 河北塞罕 塞罕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河北省成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北部 是清朝著名的皇家猎院木兰围场的一部分 塞罕坝森林公园 总经营面积9.4万公顷 其中以落叶松人工林 和天然白化林为主的风景林面积7.1万公顷 草原面积1.5万公顷 是中国北方较大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全员规划六大景区104个景点 塞罕坝森林公园景区内有七星湖 太阳湖 太风湖 白化林 月亮湖等较大的景点 还有塞罕塔 点降台等多个小景点 既有自然风光 也有人文遗迹 塞罕塔 塞罕塔位于海拔1800公尺的东坝两顶 建于1992年7月 塔高25米 火箭式塔体直差云天 游客扶梯灯塔 螺旋而上 南遍东南西北 史之记载 康熙皇帝围猎至此 顿感心旷神怡 脱口赞到真仙敬业 塔下就是康熙亲封赛罕坎灵艳佛的地方 七星湖 七星湖是河北赛罕国家森林公园 新开发的重点旅游风景点 位于赛罕机械林场北三公里处 环抱于青山绿树之中 原是七个小湖 远远望去 排列如天上北斗 七星湖因此而得名 水于深 水面广 也生际于游于其中 康熙点降台 康熙点降台 又明亮兵台 位于森林公园樱河景区 唯一孤立巨岩 形如卧虎 顶部是狭长平台 周围地势平坦开阔 传说康熙大帝在乌兰布通之战胜利结束后 曾登临此台 简阅得胜凯旋的青军将士 因此得名点降台 鸾河源头 河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分界河 名为土力根河 是蒙宇湾区狭窄的意思 河道蜿蜒曲折 清澈见底 引乱入金工程完工后 时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女士 曾到次考察 认定这里是鸾河发源的主要河流之一 因此得名鸾河源头 太风湖 太风湖 水面面积三百亩 传说乾隆皇帝当年打猎来到这里 当时他起码站在东面的山上 向这里一望 见着明镜的湖面 弯弯曲曲 好像一个玉如意 于是把这里命名为如意湖 又名太风湖 这里的北边 就是当年康熙皇帝 平定戈尔丹叛乱的十二座连影 所以乾隆皇帝到木兰围场打猎时 曾经多次在太风湖旁安过迎战 影视剧《新月格格》就曾在太风湖拍摄外景 乌兰布通古战场 乌兰布通古战场为公园西北部 清康熙初年 墨西蒙古嘎尔丹汉 兼并厄鲁特四部自称准嘎尔汉 康熙大帝力排众议 御驾亲征 最后经过四天激战 清军取得了乌兰布通战役的胜利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评论区留言探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